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怎么样挑选艺术学校 当然了我们很难说你就考那个学校 或者不要考那个学校很差 那肯定不行 但是这个问题就引发了我一个思考 就是我看了 不要说整个建校一百多年这个时间太长了 我个人的观点是你截取 比如说最近这30年或者20年来说 我觉得很出名的名校好像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或者我们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 然后相对我们没有这么出名的广州美术学院 其实相比起来在这个30年这个区间之中所谓能够培养出有名出名的这些艺术家 其实它的比率不会差太远的 我不相信说中央美院出一百个大师 然后广美可能出一两个这样子 可能他们出30个 广美出20个可能就是这样子 对你说的对就是说 其实对社会来讲或者对一般公众来讲 名校效应还是有的 或者说如果我们要相对寻找一个客观的标准 所谓的名校 它应该看在这个学校里面培养出多少有声望或者有影响的艺术家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指标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在中国当年的浙江美院 今天的中国美院 那就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是有它的优势 我们甚至在一段时间认为 浙江美院就是中国前卫艺术或者先锋艺术的一个摇篮 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我们随便举例什么都是看出艺术家了 比较中国最重要的 似乎被公认为中国的录像艺术师傅张培丽 是吧 影像艺术或者说是玩世的一个最壮的根源耿建义 是吧 那个所谓的中国的这个 中国的达达 这个或者在法国获得世界名声的黄永平 是吧 中国的波普王广义 还有一个魏光庆 他们都是折美出来的 是吧 而且就我们那个年代读书的年代 折美的学生的反叛性 就已经在当时是名列前茅了 刚刚说的还有比如说吴三传 比如说那个年代还在学校努力的学习 书派那一套基础的时候 折美优化系都出了一个学生叫林宁 现在大家不会知道 因为这个林宁后来很不幸 他在美国纽约街头画画的时候 跟一个黑人争执起来被黑人枪杀了 当年他在课堂上就已经很出格了 所谓出格就是说 他在人体塑料课堂上用立体主义画人体 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觉得印象派很厉害的时候 他以前是立体主义的 这个简直不可思议 是吧 今天虽然我们看来 从世界艺术史的范围来讲 立体主义也是1905年就出现立体主义 但是当年他都很反叛 而且他的反叛的结果是他被开除了 当时70年代末80年代出中国 还有开过一次重要的全国素描会议 就是因为这些事情 学生的这些反叛 最触动的就是这个林宁 所以我们都知道他 他后来被开除了 很多年以后 林宁在美国纽约街头不幸被黑人枪杀以后 当时哲美的老副院长王德威先生 还在私下跟别人公开表示过 看来我们当时太严厉了 不应该开除这个学生 还有另外一个学生叫扎立 扎立现在早就不从事艺术了 扎立成了一个很成功的商人 这么做 据说是做风险投资我们知道 为什么他出名呢 因为在我们还在觉得印象派 或者某种后印象派 已经是很当代或者很前卫的时候 扎立已经在讨论康尼斯基了 为了讨讨康尼斯基 他甚至以这个为动力学英文 然后就翻译了康尼斯基著名的论艺术的精神性 在1983年 我忘了就出版了 这是中国最早的关于康尼斯基的出版 而他为了这个目标直奔英国 要追随这个传统 不过后来他的回忆录说的很有意思 受到了伟大的著名的人文学者 美术史家公布里希的打击 据说他在一次他的展览上 他画的是抽象艺术 然后终于请到著著名的公布里希 光临现场了 当他很感动 然后就询问公布里希 按照我们的传统体验啊 我的画应该如何更好啊 或者要怎么改进啊 公布里希两眼芒芒万得扎立 你画的是什么 他就说我要追求一种色彩的效果啊 公布里希说好吧 我们下次讨论色彩 古典希腊如何 中世纪如何 这个文艺复兴如何 18世纪如何 整个色彩发展 滔滔不绝 全是各种知识性的这个 关于色彩的谱系 反正讲了半天 扎立只听出一个意思的 跟我的这个抽象毫无关系 就让他觉得艺术没意思 其实公布里希是对的 扎立也是对的 扎立错在于 你怎么可能指望一个 研究艺术史的人 对你的具体创作提意见的 艺术史他本来就没这个责任 没这个义务 他也不会提意见 公布里希说得很清楚 艺术家不需要一部正确的艺术史 艺术史是对人文学者有用 他是人文学科的一种 但是扎立却受到中国传统的 那种奇怪的成见的熏陶 认为搞理论你就要知道我的艺术创作 所以一看到理论家来了 而且觉得有理论加持 我是更厉害 身价百倍 因为我自己基本上做理论为主 我不但被加问这个问题 我很尴尬常常 不提意见也不好 其实我知道提意见也没什么 趁这次可以拒绝很多人 是啊 提意见也没什么苦评 因为我在中国做艺术理论出名 就是1986年6月1号美术杂志头版头条 我当时写一篇文章叫 《我们面临的选择》 这篇文章出来以后 受到的当时中国著名的美国家 叫王朝文的严厉批判 因为在这个文章中 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观点 画画有画画要做的事 理论有理论要做的事 但没关系 我不相信一个理论家 读了很多书以后 他如果画画他会画得好 同样一个画画的人 为了使自己画得更好 为了使自己画画画得更好 要读很多理论书 他本来就是两件事情 所以艺术理论根本不存在 可以知道艺术实践的功能和作用 然后就被王朝文批判 王朝文说 艺术理论不知道艺术创作 搞来干嘛 当然也被很多艺术家们 觉得很有意见 因为他们觉得 你搞理论的不就知道我们实践吗 然后我就问他们 当时问的是 比我更上一辈的一些 广东的著名画家 还有一些画家 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相信我的指导吗 你真的要我吹捧 哪里要我指导呢 我都研究生 我的导师 慈科老师 跟我讲一句名言 我终身记住 慈科老师说 艺术批评就是吹捧 吹捧的不肉麻就很好了 所以我就才知道 其实很多画家内心根本抢不起搞理论 他们抢不起搞理论的理由很简单 他们会画画 其实不会画画 不等于他不能搞理论 会画画的人 凭什么一定要会搞理论呢 当然我画画出身 我也一直在画画 所以在我身上思想 但是我很清楚 这种指责也不对 理论有理论要做的事 实践有实践 要做的事 所以扎丽这个指责 只能带着一个中国的成见出去 这更加说明这个问题 我说的扎丽 就是回到刚刚的话题 浙江美人当然也这么出来了 的确如果比较起来的话 整个中国当代艺术 要把他们为主题 对不对 那广州出的也不少 只是相对可能散一点 广州呢 对广州也出 但是广州它没那么密集 第二相对晚一点 第三广州很边缘 这个边缘我觉得跟广东人性格有点关系 比如说我就没有北京或者内地的理论家 那么有高昂的领袖气质 我就不说谁了 我看到很多理论家 其实我说坦率好 我也不认为他们理论怎么样 就因为他们深入京城占据高位 一站出来的样子一摆 就感觉整个是个伟大理论家的人 没有 而且以前觉得 哇这个北京过来的理论家 哇那个高高在向 这个要很尊重啊 但是坦率承认 各个学院的头两三届 如果说做当代艺术 的确是浙江美院居多 这是毫无疑问 那么四川美院就是罗忠立他们那个班 出了好几个 出了赵小钢 是吧 广州美院 其实我们下一个班 还是出了三个人 还是很重要 主流油画戒指断正渠 是吧 我的师弟 前卫当代艺术这一块 徐坦和花脚棚 刚刚去世的花脚棚 但是 就全国影响 或者说造成我们所习惯的所谓的 运动 当代艺术运动 的确发自浙江的部 发自家长的部 1989年 中国现代艺术大展 两个策展人 两个方向 立宪廷一个方向 高明露一个方向 高明露推崇的是理性绘画 主角是王国 立宪廷推崇的是生命的激情 主角是丁方 但是呢 这个展览之后 很有意思啊 那个王广义就投奔到立宪廷门家 丁方就在学院里面当他的教授 然后王广义就扶摇直上 那么我们今天知道 这个中国波浦 以及王广义那些著名的符号 的确是相当有知名的 相当有知名的 那么王广义是折美出来的 丁方是南京的 那么在那个中国艺术大展上 广东王渡的那个南方艺术家 沙龙 以他们的曾经的一个行为 艺术的照片来参加了 广东也有一些艺术家参与 但是当时这个在北京 我觉得他好像太不重思 那时候就随便拿去 对当时是我到了北京的时候 别人都是拼了命的去做 我到了北京的时候 我也觉得的确江泽的确在那个城上很强大 我住在中央美院的宿舍 我跟谁住在一起的 都是学生署叫便宜 是吧 我跟王广义住在一起 跟吴三专住在一起 跟黄专住在一起 我就看到王广义和吴三专 两个人很好玩 他们都是朋友 这个吴三专当时在89年现在艺术大展上 他的作品是买对家 而且很成功的把那个周三群岛用 他是周三人 对家运到了北京 送进了美术馆 开幕的时候 游客区来看 游客区看了看了 忽然发现有对家 好新鲜的周三对家 赶快先买了一斤再说 就买了几只 所以吴三专说我成功了 他把我的对家买回家吃了 太好吃了 跟着保安冲上来说 怎么能把美术馆当成一个大排档 必须关门 必须收账 命令他把对家全部撤除 是吧 然后就只好说本店歇业 挂上去 但是对家的现场就流下来了 事后吴三专说 我的作品的意思是 整个89年的现在艺术大展 就是一场大美 不过吴三专有一个更精彩的内部文化 我作为他的朋友跟我聊天 因为正在 正在认为自己获得成功 刘开区成功的在他的大排档上 买了对家实现的一个行为的目标的 不久 枪声抢前 枪声一响 吴三专说完了 所有鱼都跑到枪声那去 整个当代艺术大展就剩下一枪 这个是历史 那的确也是这样子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所谓名校还是必须看出艺术 当然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概念追溯下去 好像跟学校的氛围是有某种 那现在的考学的学生追逐名校 那只会让这个氛围会越演越烈 现在的追逐名校的概念和那个时候 我觉得不一样 现在就有一个所谓的社会指标 比如说中央美术学院 中央是中央吧 不行吃一个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吧 或者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但是他们不会看中美术学院 他们看中的是清华大学 是吧 那么厉害 考清华大学 都看名气 都跑去考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了 是吧 北大也有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我是好落后了 那么 这种名校 今天的名校概念 它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结果 究竟这些是否名校 如果从专业内部来检讨的话 都可能要打折扣了 可能要打折扣 每个名校的特点究竟如何 其实还在具体分析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名校效应存不存在 对社会是存在的 对一场艺术运动 当我们去事后追溯它的发展过程的时候 当我们发现这场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是绕不开 或者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角的时候 那么他们所出生的学院 就自然变得重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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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